投资长 台股真的像您昨天晚上预告的一样 今天又创高了 而且距离万七只差一点点 而且你的股票也是很厉害 像是利基 今天一度攻上涨停 还有 这个精彩今天也来到了11个月的新高 爱卜盘中也涨了4%左右 投资长今天台股来到了万七的关键点位 你的标题说 CPI的解读也很重要 你怎么看 投资庙 上次我独家公布CPI 见识 上万六 全部没有人相信 结果休息三天过后 台湾股市每天一直涨一直涨 这次我独家再来一次CPI最新推配图 而且我会告诉你这是可能最后一次推配图 以后CPI不重要 所以你要珍惜这最后一次CPI推配图 我会告诉你台湾股市会涨到什么时候 大家好 我是一会 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 今天是6月12号 台股上涨68点 收在16955点 美国的标普500指数重返牛市 这股气势让美股周五开高 在科技股的强攻之下也再推一把 四大指数全面收涨 而台股方面则是在台积电跟联发科的领军上攻之下 一路往万七挺进 距离万七只差0.28点就闯关成功了 不过加权指数已经创下了13个月的新高 在中小型股方面则是跌势比较重 贵买收黑了 中场下跌1.19点 后期盘是怎么看呢 我们要交给经济日报选普冠军纪录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粉丝人数最多 演讲讲座场爆满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郭哲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一位观众大家好 台湾股市又创新高了 拜托各位 你真的有空多去看 某以外的分析师 你会发现到全台湾只有我郭哲荣 在一个多月前的时候 告诉你这行情还会喷出去 而且是一直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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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没有看过这种行情嘛对不对 对啊 这比2020年那涨不再夸张 天天涨天涨 你们以为哲哲在开玩笑 哲哲如果开玩笑 我敢参加悬谷比赛 然后一再打破纪录吗 你们以为打破纪录是很简单的事情是不是 再过10年也不会有人打破纪录 再过10年你也不会看到一个分析师 光靠台湾50 可以事先预告 我就是今天进场 我就是明天进场 我赚到多少钱走掉 然后可以赚1000多万 再过10年你也看不到这样的分析师 一切一切预告前面 因为什么 因为赏户还不相信这个行情 来你说 来 是 其实投资长在昨天晚上就预告给大家了 所有台国的走势 像是一路会涨啊 得了不会跌的病 这些都预告在前面了 那今天呢 主要是垃圾盘啦 大盒算上涨指数也创高 可是喔 上跪指数跌 跌得有点惨 不过呢 投资长有些股票还是很强势 像是利基 5月份的营收虽然开出来是年减月减 但是股票很强势喔 还一路一度一度攻上涨平板 还有呢 这个AI股您想看好的 像爱浦 今天盘中也涨了将近4% 还有您上周五线牌的医生精彩 有没有 精彩这档股票 其实一度也攻上了7%的涨幅 股价也创下了11个月的新高了 虽然这个尾盘有点拉回到平盘 但是股下表现 就知道您说创高拉回还是好的吗 当然是好的 对 只要创新高拉回你不要紧张 好不好 我们再解释一下 好你去说 来 接下来到行情 我想请教投资长 因为本周有两件重要大事 第一件事情是明天晚上8点半 美国要公布CPR要开奖了 对 还有礼拜四凌晨2点钟 联准会也要召开最新的利率决策 或有最新的决定出来 这个对于台股的后市有什么影响 CPR问我就对了 因为全台湾除了我 还有我们福利社 基本上你没看到什么财经节目 在跟你讲那个事 可是大错特错啊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一波会抓 突破万六 斩斩斩 然后你看到很多人在讲区间整理 台股不会上万六 台股翻空啊 台股做空到三个快到万七 还说 我翻多了 何苦来摘 因为他们通通不知道CPI数据重要性 你不要看我每天一直在臭屁臭屁 是因为我给你最简短的时间告诉你答案 其他时间我有说在臭屁 就这么简单 CPI最重要 那时候很多人说CPI不重要 拜托 你去公布飞龙 你去公布飞龙就业数据 去公布失业率 去公布PMI这些数据资料 请问你 谷财子期会直接擠拉 擠杀吗 没有啊 就只有CPI 这一年没有 对 前年的时候 2020年的时候是要公布 是要看什么 是要看失业率的 你知道吗 是要看失业率的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失业率喔 那时候 那时候飞龙就业数据人口 不能太好 不能太好 因为那时候怕生息 对 你听懂吗 大前年的时候 所以每个时候不一样 可是去年就是要看CPI 从去年到现在就看CPI 全然只有我 预测正确 因为我的节目叫荣耀华尔街 我是要跟华尔街的分析是PK 我不跟你开玩笑 我们来看这个图 刚认识我的一个在胡扯 公布失业CPI 这个如果我有造假 我现在去公 好不好 那时候我不是公布吗 对 那没错吧 我是什么 最后公布4.9 是 喷出3万6 5月10号嘛 对 公布以后对不对 那时候5月10号礼拜三 8点半公布失业CPI 这一次是礼拜二 4月美国CPI市场预测5 我告诉你是不是见识 我说5.3不太可能 有没有看到 对 我说见识喷出3万6 我说不是不可能 我给你推背图 几号再看清楚 拜托记下日期 好 5月10号 5月10号 没错吧 5月10号 我们看一下那时候5月10号台股怎么样 来 5月10号这边 你看 等一下 1万5千 在这边 嗯 有没有 啊下去又有你们说我不准 是 啊我是不是说会差一个礼拜 对啊 我说 可能有跟你说说你们不要担心会差一个礼拜 对 你看喔 在这边 嘖嘖不准啦 一天 两天 三天 直接喷出去 天哪 四天你们都受不了 难怪会赔钱 很多玩偶为什么参加会员 他会 有些人赚得很开心 有些人赚不开心 他不按照我的步骤 我自己按照我郭子王步骤 我台湾50都会先赔个500万 再赚 再倒赚1000多万 到最后 一来一晚1600多万 到最后倒赚快1200万出产 我自己操作都不一定每一次每一天每一个时候 马上赚钱 可是你节奏你就是要全部都听我的话 不是打九折啊 不是你九折啊 我不是歌手啊 你去看看 那是记不记得 5月10号没错吧 这有写5月10号 四天你们都忍不了 然后觉得我不准 吞出去 有没有喷出3万6 所以从头到尾就是CPI 你说我看了财经节目如果没看CPI 真的不必看 尤其是那种大型的财经节目 你看我的就好 看我们的财经节目就好 如果你找那么多财经师 最后跟你讲说 CPI不重要 我们看就业数据我们看这东西 那个都是讲的一嘴好股票 实际上呢 实际上股票是赔钱的 我的自信 是来自于赢家的自信 来自于努力的自信 就像你刚才我们在讨论嘛 昨天员工旅游 去郊西老爷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们还是怎么样 本来差点要开会的 我说母汤母汤 可是我们还是怎么样 还是直接先发文 我昨天是发文 对啊 是不是 去郊西老爷开会了 这个就下创局了 变创局了 可是 我每天没在休息 我是请你们不必开会 可是我自己呢 照样写文章 对啊 我照样写文章 我照样写文章 我照样去盯 你知道我盯到什么地步吗 我要去看 比如说看大家摸 说老师有没有什么麦克风的问题 果然被我发现 果然还有麦克风的问题 我实在是很难过 所以这个就扯远了 讲多了遍 不想要讲 不想讲谁的问题 这个 反正就是我很难过 砸了那么多钱 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 我每天要去看麦克风 收音有没有问题 然后去看节目的品质有没有问题 我真的每天做不完的事 可是我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摸的参程问题 摸的这个业绩应该又突破了 扣掉我的 还是业绩第一 还是业绩第一 因为我们就是 寻求 每个老师 能来摸耳 能怎么样 能 收到 能 最好的业绩 就跟大家讲 最好的绩效就有最好的业绩 好那扯远了 5月10号有没有看得清楚 没错吧 有 CPI公布要怎么样 有先跌 然后再涨 CPI 来 见识以后 喷出上万六 是不是喷出 是 差4天叫不准吗 你有看过这台湾股市每天散的吗 那不是CPI是什么 我只能说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 那这次我最新的推背图 来来 4.3 喔 现在大于4.3回撤16500 是 我比福利社又 又更敢预测一点点 回撤16500的缺口 这少写缺口 好 16000在这边 就是如果4.3以上的话 这边16000我们看到 就这个缺口 回补 好 去回撤这个 回撤500.1也很正常 不要紧张 回撤500.1绝对不算空投 好不好 可是我觉得不会到4.3 借3.7到4.2 善攻17000 走走 现在到17000了 你不要这样子嘛 为什么你不要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善攻17000是17000多 就跟善攻16000直接到16999点 一样 是 来再看一下喔 3月公布CPI的时候 来看清楚喔 我要刺激各位 你们来笑我嘛 喷出36000对不对 对 见识嘛 没错嘛 对 来 那时候还杀到15500 有没有看到 有啊 啊结果涨多少 涨到 多攒1500点 所以一个CPI公布 让台湾股市多攒1500点 好不好 你还说CPI不重要 你还说通膜不重要 所以通膜不重要的 或者 我想 做股市分析最切记喔 降了一堆数据 到最后 逻辑推演 逻辑推演全部都错 我习惯跟告诉你结论 所以这次我结论告诉你 你看三次公布以后 涨了1500点 这一次以后 上17000 是至少17000 OK吗 至少17000 至少17000 可是现在已经算17000了 好不好 反正 你只要37000 4.2 至少要17000 好不好 可是17000以后 基本上 你们记起来我的东西好不好 上17000以后 所有 就算以后上18000 到 3.6000以后 对不对 到接近18000以后 CPI会不重要 为什么 因为所有CPI的利多已经出尽了 因为CPI看这些就是为了不生息嘛 对 因为通膨太严重就会生息 通膨不严重 下去CPI下去 就会不生息 所以基本上到18000 基本上你要靠实际的景气面 你不能靠CPI 知道吗 好 这可能已经是最后一次倒数一两次的CPI推背图了 以后 不会那么零 以后不会那么零了 因为从CPI推背图我从12000以后 记不记得 对 倒数13000 你们不理我 14000 你们不理我 15000 你们不理我 16000 1999点 有不厉害 拜托留言一下 哲哲是全台湾 拜托留言一下 哲哲是全台湾第1个唯一 独家预测CPI的分析师 留言一下 我留言这样类似的 哲哲预测CPI最准 或者CPI原来是台湾股市 影响台湾股市最重要的关键 拜托你留言 好不好 要留言 铁粉们 留言以后我跟你们互动一下 今天直播人数 1016人 行情 简单 这就代旧步嘛 代旧步行情啊 什么意思 我没看过 1500点 直播人数还没回来啦 好不好 点阅率也没有回来 昨天点阅率 差不多之后回来以前的9成 好不好 来 要喷出去了 还看不出来吗 歌手是6折 9折是老人家也知道 有6折这个有没有 外资买超90而已 是不是求劳是买盘 是啊 来我们算一下数据 外资近20个 交易日90而已的话 大概买超 2320亿 2321 2329亿 29亿 差不多2329亿 2329亿 那这夸张 数据夸不夸张 夸张 你知道 哲哲预测CPI跟点阅率最准 我独家预测 哲哲是全台湾第一预测CPI的分析师啊 第一个预测 嗯 结案都没在预测啦 CPI不重要 所以 所以为什么这一波只有我会告诉你喷出泡泡溜 你去找 你去找哪个老师 找不出一位来 一位都没有 他不会告诉你这是一直喷出去的 因为我从头到尾就知道 CPI 只要下去了 费都不会升息 那现在有人会说英式升息 对 我的看法是英式升息就是 先 先不升息 先暂停 再去升息 对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 不一定 所以这一次我要再去看核心CPI 我反而没有觉得那么硬喔 反正重点是我俩没有明天 这一次就不升息嘛 对 我讲的没错 我认为下一次也可能不升息 这一次不升息的几率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趋近于9乘9了 所以 这波整 这一次行情 那下个月会不会升息 除了CPI要看预测也要看核心CPI 好 核心CPI是5.3 如果核心CPI可以5.2以下 基本上 下个月不升息几率很高 因为不认识核心CPI 或者是 下个月的CPI 可能到 可能到 3.1 3.2 3.1 实质利率已经大于0 拜托 你记得这些东西 好 哲哲CPI实存 独家 CPI预测只有哲哲才是最准 看到 大家都讲 对 哲哲预测最准 真难能 不好意思 虽然我们员工很多位 可是这些不是工读生吗 PTT知道称赞我都是工读生 笑死了 怎么讲 称赞别的老师都不是工读生 称赞我都是工读生 是这样讲吗 那个讲我一直骂工读生 很多都什么 很多都同业啦 其实你们不用一直骂哲哲 你们说不定以后要来蒙我上班 你知道吗 所以不一定要骂我 你没骂我 你记得一件事 我是可以看得出来你是哪一家的代表 我很厉害 你知道我最厉害是什么 我最厉害是 不太想讲 反正我给你讲 比如说 我看着一个人的眼神 我又知道他会不会说晚话 然后 一个人 比如说这个人跟我讲 公司的事情是非的时候 我就知道谁泄露出了去了 我真的蛮变态的 所以基本上你在我面前说的话是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那个话语我会去交叉 交叉询问 去搜寻笔 不是我就瞬间记起来 这个话我是跟谁讲过 就这样子 好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 离开的不一定不是精英 可留下一定都是精英 好不好 摸摸 好不好 不扯远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立端 不要担心 立端营收衰退 不是不用担心 等下我讲立端 不是立端不用担心 也不是立端不行 慢慢来 好不好 这就是直求对决 你们也不能期望我 讲了很多档股票 每一档都涨吧 不可能啊 是啊 今年五穷六绝七三这样不准 我是不是跟你讲 不要相信那些人吧 你们记得这一批叫你做空越大力 都是去年叫你做空的老师 他们纯粹用收会员的角度啊 去做股票从容到尾不该是一回空一回多 你记得这件事情 不应该 我问大家一件事情 今天才几年多少 574元 去年二月的时候跌破六百元的时候 我后来讲了一句话 怎么样 六百元以下是 六百元以下台积电是什么 大声说 六百元以下的台积电是老天爷给的礼物 今天574元了 574元 加上大概差不多 13.75 的除全息 从六百元跌破以后 所以大概是接近快 590元 万句话说如果你听到六百元以下台积电是老天爷送给礼物 你加码加码加码 一年后你大悔本 我是害你还是帮助你 记住那些批评我的分析师才是害你 因为他们一辈子也不会参加悬谷比赛 以后只要有一个在针对哲哲 拜托他们 三件事 跟我一起PK 第一个比赛什么 比赛选股 比赛选股比赛 不要说自己嘴巴会员讲的 这个我不相信 卖高跟工贼 没有意思 我不是傻瓜 你也不必相信 比赛公开 经济日报或公安时报 我都可以 我说真的 我说真的 第二个 比赛什么 0050 比赛0050 实际的选股 选0050 因为我们不相信是不能买股票 0050我 一定有信心可以赢 为什么 因为我的财富自由是从股票市场来的 不是从收货来的 第三个 比赛行商 比赛捐款给这社会 好不好 这个都有新闻的 拜托各位 你可能不了解我 我代表你一定是股资菜鸟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些东西 来新闻来看一下 每天偶尔给你们看一下 那你知道 泽泽跟别人不同 公安时报报导 来 好 每天臭屁 对不起 这个捐一两分钟 每天要做一下 因为我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做善事 公安时报报导 有看到公安时报报导 是公安时报 对 紫安基金赢了 郭总出清0050 豪赚什么 千万 好不好 OK 你们知道豪赚千万 我一开始亏100多万 你们知道 越做越勇加码买近0050 你们知道 共计约6000万 你们知道 我一度赔500万的时候怎么样 还拜托大家买 踏着我的血前进 也没有人理我 结果笑到最后 那最后呢 大赚怎么样 0050获利出清 大赚1151万 并捐出部分获利给什么 磁济 跟家福基金会 基金会 家福昨天还问我为什么要捐钱 如果你有捐钱 家福就知道 税末好像有什么寒冬 12月3号那时候 每年有一次 他问我不要参加 我说没有我就赚到 取自己社会 用自己社会 其实我捐比较多 家福什么的 像 这家福这次比较大笔而已 之前我是捐磁济啊什么的 比较大笔 这个捐多少 不会比 现在这一次200万还少 不好意思 是 只是这一次是赚到钱 用股市股票市场赚到钱 规定自己一定的比例捐出去而已 你懂吗 好不好 这一直跟大家讲 除了以外我们来看一下 来来来 所以 我都可以PK 你相信我 去问他们他们都不敢跟得了PK 你要是不一样的分析师 再想清楚 CPI可能最后一两次了 这个要赶快把握住 什么意思 推背图要把握住 好不好 600元以下台积电是不是老天天送给你礼物 是 记得那一些笑嘴嘴的人 好不好你要去笑他们 好不好 还有人因为台积电 低到400块 老婆要跟老公离婚 对啊 离离刚好老公现在很有钱啊 是不是 所以人不要看他们转 这样就跟老公离婚 你不行啦 你知道吗 所以没有意义 600元台积电是不是老天天送给你礼物 股市本来就一直做多 拜托 这想什么东西啊 你以为空以为多 你还真的当股票市场赚的钱啊 你去看他去年去喊空的 今年呢不是被嘎死了吗 你还真的觉得他一回空一回多喔 然后每次都赚喔 我台湾我只可以赚那么多 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讲 再一回空一回多很难赚钱 你怎么办 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怎样的意思 想完以后大盘行情讲清楚了 推背图拜托 有时间的去看一下 郑珊珊 推背图看到没 有 好 这个今天一直 没有 今天一直 一直我把他塞好 塞满 没事没事 画面给我 塞满 一直立不起来 好 来 5月CPI 基本上会在3.7到4.2 你不要问我 如果人到3.7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应该改一下 不需要到3.7 3.7可能是 参考福利社 我一直跟他讲 我觉得不要到3.7 我认为3. 这边3.7就有机会挑战1.8 喔 好 不用到3.6 再改一下 好 挑战上1.8以后 如果真的上1.8了 拜托基本上你不要看 CPI推背图了 因为到时候会非常严格 就是要到1.2 就是基本上要到1.8 基本上 CPI已经没什么用了 所以 随着点数越来越高 CPI越来越 越来越没有用了 这是已经最有一两个月了 你知道懂吗 可是 也不一定会下去的 可是CPI到时候会很严格 什么意思 你不能上去 你下去又不能再上去 你听懂 你知道什么吗 来 现在讲那么多 记起来就是我刚才都讲一些废话 听我讲 现在是重点话 只想我之前多厉害 CPI预测下去又要上去 现在已经快17000了 接下来CPI只要 稍微回复一点点 上去一点点 你懂吗 比如说我见到3了 对不对 我见到3了 再回去4 不得了 股市先跌500到1000年再说 我先跟你讲 好不好 我先跟你讲 会不会 目前为止没有这个 迹象 好不好 你到时候就知道 原来哲哲讲的对 都是为了CPI 好不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外资本要92亿 来 看那么多财经节目 哲哲是所有节目最猛的 谢谢 我没看到 没关系 我们自己把它放大 所以看不到没关系 来我看一下 各位 不行 好 来 利端 有跌停没关系我讲 哲哲是预测CPI最准分寄师 CPI 一切 哲哲一切 一切一切预告前面 没有 都预测了 没有 然后 0050要放他 唯一抱怨是 0050的 赚钱的速度 比不上推薦个股 没有错啊 这个字没看到 所以我买0050我少赚很多钱 不好意思 如果买了我的个股 我是赚可能3000万 4000万5000万 知道吗 好不好 创伪 你太多股票 我们先来 公布 利端啦 好不好 好 瞬间好像大家都有奇怪片在讲 跌停 为什么跌停 营收衰退嘛 月减年减嘛 月减大概两成多嘛 我看一下 22% 如果没记错 22% 来来来 月减24% 年减31% 两成一个三成 这营收这样是不是不好 的确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走势 这样走的话 来我们先来看97块 97块不能破 破了也不该加码 好不好 先看97块 就破了也不能加码 因为这营收不好 营收不好 那97块这个已经打底打很久了 是 的这个 这个低点 这低点已经 已经过很久都没有跌破 现在跌破就不对近 好不好 先跟你讲 股市没有 没有一定 阿力端这种股票跟台积电不一样 我真的那时候我很生气 有人都误解我意思 我说月跌要买是很多 是不同的股票 比如说台湾50越点是不是越要买 台积电是不是可以 对 越全职股越可以 是 可是这种立端他不是 他不是全职股 就不一定可以了 我要跟你讲清楚好不好 人在做天在看 相信我到现在都赚翻了 好不好 精彩也是 你今天怎么看 台积电概念股 他涨那么多 你不用怕那么多 像华和晴这种股票 像技嘉 现在都涨得五法无天 你看技嘉也是这样 你懂吗 什么叫五法无天 我的意思是说这种股票 基本上现在你不要去预设底部 你不要去预设高点 高点是什么 你懂吗 你不要预设高点 你预设高点 技嘉这种股票你说150 直接涨到250 你预设高点涨不上去 你会买不到 就算涨到1000块 我问你如果你预设高点 涨200块你可能是走了 不要说涨200块 涨180你走了 你怎么可能涨到250这一段 所以这种股票都不要预设高点 3374精彩不要预设高点 我只问你还记得有没有创新高 有就好了 抱太大量了休息一下就好了 好不好 还有那个呢叫彩玉嘛 台积电金基姆概念股 这些概念股 居然还是有强 还有樊宣经典展停板嘛 那你就不会担心 整个族群还是变化的很强 好不好 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8069元台今天有没有创新高 有 今天有创新高就好 今天上贵指数涨还跌的 跌的 上贵指数跌的 所以今天不折不扣是垃圾盘 所以精彩已经很强了 你平安心就好了 好不好 然后利益端也是一样 他不是一开盘就马上跌停板 是 开盘的时候还没有锁死跌停 所以 我觉得就平安心 今天本来就属于垃圾盘 中小型个股比较弱 那我刚才看到有人想见机 见机你不要再跌一天就受不了 那没骰了好不好 见机有时候见机行事 第2个by the way 是会员才有权益 你记得一件事情 好 这次照顾已经是会员 再来是铁粉 再来是粉丝们 你听懂吗 我先跟大家讲 好不好 所以 去想想看 精彩官司铁粉一根斩瓶够了 你怎么投资了两根斩瓶 不能 那在会员怎么办 好不好 来 2317 鸿海 我们那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因为到最后剩5分钟的时候 我会跟你讲鸿海的秘密是吗 鸿海的秘密 因为鸿海这一次 是不是要跟管达PK 不要讲那么多 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 再忙回来好不好 谢谢各位 好在休息之前呢 投资长预告了 要说鸿海的秘密 大家都很好奇吧 到底鸿海的秘密是什么呢 介绍自己的 鸿海来 鸿海接下来看那么AI 如果他伺服器 或者是说 你高阶的 像那个 像NVIDIA的高阶的一些 晶片 或高阶的一些伺服器 是他做的话对不对 对 那我告诉你AI相关的晶片的伺服器 他做的话对不对 我告诉他有机会喷 你错过管达 对 管达这种长法 我再看你走 这种技术线型 一般来讲 这边突破了你不会买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直接看 看线型 我把它涂黑 涂黑 我问你一件事 这样你会买吗 不会 看起来要突破 可是你不会买对不对 对 好 再一次 这样你会买吗 一根 或许有机会 可是不一定敢追 不一定敢 对 可是 这样你会买吗 来 再看一次 等一下 这样你会买吗 这样喔 觉得涨一点多了对不对 有一点 不敢买 结果最后呢 涨得无法无天 所以他现在是刚喷出第一根 你怎么样都要去压对保 不要放弃 就如同337次精彩 你怎么知道是不是下一个华琴 下一个技嘉 懂 对不对 精彩要跟华琴技嘉比 当然 这个 也可以比 也不能比 什么意思 你说也可以比 为什么不能比 你说Cowars不是就相关AI吗 也是可以比啊 是不是 你说Cowars的下概念股 你说 也不能比 是说他们之前打很多人 真的比这个对吗 当然对 因为你现在不能预设行情 可是鸿海一定要跟管达比 鸿海一定可以跟微川比 他们都代工产业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是说你去想看你要长分一次 好不好 鸿海现在你就是 不要去预设行情 好 鸿海现在等于喷出去的第一根了 好不好 OK吗 他没有总统选举行情 可是 看起来郭台铭 就是郭台铭就没机会了嘛 那个他其实应该早一年 再出发 应该有机会 赢侯友宜 他的问题 就是 突然说我要选举了 他的幕僚没有不好 幕僚很差 他就把 因为上次没选上 他把去年的幕僚给换一批了 换又更烂的幕僚 说实话我想实在话啦 因为照郭台铭的实力 我觉得能力 基本上 那个如果好好做的话 因为像侯友宜民调很低嘛 我想你不要生气 连中天的小编的主播都受不了 所以你们不要气我 中天已经够挺了侯友宜了吧 我是说这当然是需要 我讲的 现在民调不行就是因为 他选 扯远了 不想得罪人 就这样 STOP 这不是重点 有机会谈政治的可以谈 前提是你们不要生气 我在谈 不然没有意义 因为我觉得为了政治的生气最可惜啊 对啊 没有意义 好不好 6531 因为 说实话 我们是选举的主人不是扑人 所以你不必要生气 好不好 6531 爱普 怎么看 6531爱普 要直接喷出去了 要直接喷出去了 你看不出来要喷了吗 你不要说喷了你又说没说 我跟讲 蓝电也是一样喔 蓝电你看 之前我是说过 这一段你不要紧张 不要害怕 下跌这两天是多跌的我们讲 有啊 我对你多好 这三天多跌的 这边多跌 因为台股大跌 讲到台股大跌的就好笑 今天还有人问我188 你看喔 台股是不是 我推出包重188 结果隔天包跌188点 就跌了对 很多人吓我 这两天涨多少 涨了快300点 谁对谁错 我每次就如同600元以下台肌电 不是老天爷送给你礼物吗 是啊 这时候真的是告诉你一切的一切啦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4968利基 前年不是开始翻证有人讲吗 我说这陷阱很漂亮 面向 利基这边不要去预设行情 不要去预设行情 有就一直报 而且利基陷阱很漂亮喔 为什么 前阵台股不是很弱吗 对 从头到尾他都没动 前阵台股不是很强吗 从头到尾他也没动 这代表成一句是 大户吃完货了 他当初不让他跌 也不让他涨 像吃完货可能涨真的这件事 之前台股是不是很多 从头到尾他也不让他跌 之前台股是不是很强 之前台股是不是很强 从头到尾他也不让他涨 所以现在大户吃货完毕 这一波是不是真正主争断 有可能 不要去预设行情 拜托你们不要去预设行情 好不好 那最后来看一下0050 让我大赚 1000多万的0050 你看我卖127.55 是 我是不是说过我太早卖了 你们不理我 你看我现在少赚一两百万 大概少赚快100万 我有难过吗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为什么 I don't care 你知道什么吗 我就财富自由了 我只是要让你 我随便秀个一手让你知道 光靠台湾50 就可以赚1000多万 如果台湾50挣2不就是2000多万 如果台积电不就会4000万 40%了嘛 对 对不对 我那时候要400元叫你们用力买 是不是 30% 40%都有可能 3000万应该跑不掉 你去想看你要长分析室好不好 而且我说过了 我郭子 我是 你觉得我想要卖在最高点吗 我自己的部分 你还好 我一点都不想 你知道为什么一点都不想吗 我宁愿 我不要卖最高点 甚至卖在相对低点 你知道什么 我宁愿不要被那些 被一些网友酸 我扯扯 没有机会人着想 我不是 我不是 如果我爱钱都命我我一毛钱都不缺 不是 我最在乎的是 惠人权益 如果你认同我 你最该加入的是我的行列 你可以来电 08066 8085 因为标股真的不等你 如果你觉得我嘴巴 因为是人意道德美可能会讲 我讲的是铁证 我讲台湾50是新闻都有报导 而且 我之前就事先预告 跌破1万5我就要买 你看现在1万7了 然后我还买到1万2千多了 你看 现在快5千多点了 5千多点 从到尾那位一尾空一尾多的人 一尾的老师都不会赚到钱 相信我 好 真的啦 尤其他如果双文就直接那三个问题 比赛选股 公开选股 比赛台湾50 或比赛捐钱 三件事都不会做到 三件事我都做到了 好不好 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怎样分析师 从以前到现在你就发现到 嘖嘖 真的是发自内心 希望你们赚钱 好请坐不必看的 请坐不是我要的 因为我要ABU载版 我要ABU载版 三雄里面现在变两雄 欣欣跟 南店 请坐拜托不要看 因为他不会受惠AI 这么多 好不好 因为ABU载表太少了 原他还是创新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股票好不好 好 3035资源 也是要也是看起来不错 有没有 再看一次喔 资源你不要看觉得不怎么样 105万家我们创新高 有 不要看这边 105万家我们创新高 有 再认真看 105万家我们创新高 有 不要预设行情 南地 我跟你讲啦 现在你看到盘中连线很多主播告诉你 AI会不会在涨 AI跟军工完全不同 军工是炒作的 你讲好像台湾股 台湾要打仗 从你到现在哪一天不是要打仗 我从小时候听到大啦 主力要不要炒而已 你懂不懂 可是我讲AI不一样 AI是 忠实户大户投信 主力都想要做股票 你听懂吗 懂 你听懂吗 所以这才真正有基本面的股票 你听懂吗 政派分析师也想做股票 听得懂吗 所以AI股票他还会涨到年底 所以最后跟大家讲 我们来秀一下简讯 来 我们来看一下一生精彩 虽然今天做平盘嘛 可是有涨7%嘛 来我们练一下 恭喜一生精彩 3374精彩 已经连涨6天 今天再涨超过7% 近6个交易日 股价已经大涨超过30% 手上持股获利续报 来 是吗 3374 那个ET我们现在 几分呢 直接 三几 三几 要靠广告吗 好没关系 那我知道了 来来来 大概像34分 所以要结束了 精彩没看到 30% 来 再看一下 sure吗 没有错 这实在的绩效 再看一下 利基怎么样 恭喜 4968利基 股价开高走高 直上涨停 手上持股获利续报 有没有看到 直上涨停 4968利基 有没有看到 这则就是 预告在前面的分析师 不敢说没胆涨 利基又不行的时候 可是你们有利基的时候 我有不理你们吗 如同你今天问我利端的时候 我不理你吗 是啊 是不是 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要怎样分析师 我不去私套化 不去忙碌泡 洪凯我今天第一时间告诉你 最后我要告诉你 拜托你 去想一下哪个分析师在400元以下台积电 叫你要买要做记录 有 成本最低400元看到 有 虎下创13个月新高 后来我出了啦 可是怎么样 我也出了赚40几% 560几出了是不是 我忘记了 566 我忘记了 谢谢你告诉我 反正是560以上啦 是不是 出的很漂亮 我只是告诉你一件事情 那是因为我赚钱 我意思是说 你只要记得 之前 郭哲隆分析师 至少 超过1万人 笑我 I don't care 最后谁笑到最大 谁笑最大声 我啦 朋友 我告诉你 我一切一切我就预告到前面 因为我根本就不怕人家笑 因为那些笑我的人 他们在股市中 不知道股市的 显恶以及美妙之处 而我知道了 所以台湾股市的轻松 做到1000多万 我用我自己的钱 做一个 史上没有分析师做过的实验 我告诉你 我跟别人就一种不同 我从台积电这个事情也告诉你 从CPI这个事情告诉你 我讲的是一掌 所以这次CPI很重要 你要不要把握出这次CPI 这次CPI你已经错过1500点了 是 错1500点 错1500点代表什么意思 就错过很多股票啊 对啊 错过很多股票 像金财 30-40% 等于一个暂停啊 是不是 还有就是原态一涨一涨 台积电涨不停 所以 这次你不能再错过 你在错过的话 我 等你啊 我想等你 标普不等你 最后也欢迎来一下 080-66-8085 080-66-85 来080-66-85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此结束 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 好再次提醒大家 今天到0.50 又创一年的新高了 投资长是兑现承诺 在他大赚1151万的时候 获利出场 可是呢 他私底下告诉我们好多次了 他说他不在乎 自己是不是卖在最高点 而是在乎 会员 有没有赚到钱 网路上的酸言酸语呢 只是让他更加的努力 就是希望不负会员所托 其实在周末 大大度去宜兰 进行员工旅游了嘛 员工是很开心啦 但是老板很辛苦 但是呢他一回到家 还是立刻关心 国际的股市动态 又发文预告大家 今天的行情走势 这么认真这么努力的分析师 要到哪里去找呢 如果说你也想加入我们的行列 来电恰询 0800-66-8085 0800-66-8085 荣耀华尔街 我们再会 观众朋友注意哦 最近诈骗盛行哦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 除此以外都不是哦 LINE小组 S178 Teregrim官方频道 小组 A178 178 Teregrim私人账号 小组 S178 178 注意哦 我没有什么前面是 Z的账号 或者后面是A的账号 这些偷偷假冒 只有这三个账号 谢谢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 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哦 谢谢各位 摩尔证券投顾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